白宫星期一为川普的做法进行辩护说 与区域领导人加强关系 对于达成对朝鲜和野心的共识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我们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的机会 有助于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方面发挥作用 坦率地说美国的国家利益 人民的安全和该地区人民的安全 是总统的首要考量 人权组织批评泰国总理帕拉玉通过政变上台后 限制民主权利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被谴责在嫉妒运动中大量杀人 川普最近称朝鲜是个威胁 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消除这个威胁 所以当川普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个聪明人的时候 金正恩一定受宠若惊 在美国媒体文化中 金正恩常被描绘成一种卡通人物 而这种来自川普的尊重可能会令朝鲜体制内的人感到震惊 我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理 因为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对朝鲜或者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正面评价 罗伯特曼宁是美国大西洋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 他通过skype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杜特尔特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人物 修补与菲律宾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 尽管这可能并不容易 我知道坦白说杜特尔特对美国感到厌恶 我认为有些可以追溯到我们过去是殖民强国的日子 但是曼宁提到菲律宾领导人在遏制朝鲜方面毫无帮助 曼宁说川普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政策并不明朗 他邀请一些有争议的领导人访问美国 可能是为他出席一系列区域首脑会议做准备 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今天我们来做的意思是 很值得的 正面